HAPPY HALLOWEEN 回到10月31日 有我指晴雄大師 我們是天使外魔鬼的組合 好 先跟大家 雖然你是魔鬼色 魔鬼樣子 我不是魔鬼身材 先跟大家說一說北部都會區 今天涵蓋好像五六份報章的頭版 都在說北部都會區的情況 發展局昨天公布了北部都會區的行動綱領 交代當局在2027年或之前 為主要發展項目啟動收地程序 預計最快可以提供到超過50萬個新住宅單位 但沒有透露整個北部都會區的造價 發展局局長林康豪昨天也說 預計未來五年需要全港收回七、八公頃土地作為發展 當中大部份位於北都 當局已經就這個預算 他同樣未透露每年有關收地的開支 有些前土工組成員就估算 七、八公頃收地保價開支 已經涉及接近九百億元 認為政府未來數年在應付國行開支上會很艱難 因為大家都預期可能會超支 很多問題出現 我想就算不超支也給不起錢 給不起錢 是 不超支也不行 那你認為北部都會區的情況是怎樣呢 是 我想 不過賭戶區又要人工賭就要什麼 在這個時間去給就很艱難 那仍然是回到那句 那些人經常以為香港政府很多錢 其實兩件事就寄好了它 那些人經常 你未經歷過那個情況 就是那時候的民主派經常說 香港政府很多次要派了它 立刻要 那時候經常都有這樣的負勝 在十多年前的時候 你知道郊爾周的那個宣傳片 在哪一個做廣告的主角嗎 哪一個 Peter 你不知道嗎 很漂亮 我看到他拍到超有遠景 然後全部都是Peter的樣子 很英俊 可以留意一下 全部都是Peter的樣子 我今個星期沒見到他 是嗎 什麼時候 晚上那些直播 星期六吃晚飯 哦 星期六吃晚飯 銷售班 哦銷售班 銷售班 你先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Peter 哦 人家有女朋友 有女朋友 你也是喜歡他的 只不過有女朋友 只不過有女朋友 他不可以喜歡你 說得好 這個 這個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就是大師都覺得政府是沒有力去付錢的 他有力去付錢的 到最後想辦法 但是問題 那個什麼交易車人工都比較麻煩 嗯 是的 這個是他的大計劃來的 李家超 所以 他是講700公頃 五年 我想起以前的時候 香港每年就可以借海比50公頃 就是現在多了很多 我記得在97前就是每年50公頃 就是有一個比 因為那些人對於這個比例 不是有一個比例感 就是說 他五年七百公頃 就是一年百多公頃 但是當年的時候 97前的時候 就是每年50公頃 但是有一個比例 讓觀眾有一個比例感 嗯 沒錯 就是起了北部都會區 多了很多土地可以用得到 希望吧 但是問題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那個土地究竟怎樣做法 很奇怪 因為他有些土地 譬如高科技發展 或者所有東西 就擠了在那個叫做什麼 總之在香港和深圳邊界那裡 那問題就是 不是在住宅的問題 真正的問題就是 你在商業用地 你怎樣可以過 北部都會區 你做到足夠的工作機會 嗯 如果不是那些人都走出來的時候 又不知道怎麼搞 沒錯 就是要 那裡有自成一角 這樣就可以做到 是的 你真的能夠有足夠的工作機會 我很懷疑這件事 沒錯 好 然後另外一個大議題 就是講回區議會方面 區議會的選舉提名就結束了 一共有四百人齊投訴 參與這個選舉 其中一百七十二人參加直選 競爭最激烈的選區 是六個人欠兩席 而民主黨、民協等的泛民政黨 由於全數都未能取得足夠的提名而入閘 直選四十四個商議席的選區 其實區區都有競爭 最激烈的幾區 包括有油尖旺南和大埔北 分別都有六個人欠兩席 剛才說到 很多人都在說 如何取得三會成員的提名 聽到消息 原來三會成員都怕自己政治上身 都會怕我提名了你 會不會有什麼後果的問題 所以都搞到民主派那邊 就完全不能入閘 現在說的是民主派問題 是田北辰也不能入閘 田北辰也是只有一個人入閘 嗯 沒錯 所以民主思路、實質言策全部都掛了 所以就是管得太嚴 而且也不止管得太嚴 因為阿爺就不自學徒 即是沒說到就沒說不到 大家都是免得搞那麼多東西 那就是172個人選88位 88成爺是多少 176 所以很多人會自動當選 是的 那如果當你這樣的時候 你的選情就一定不得好 嗯 是的 那就是不用想過選情問題了 如果當你這樣的時候 當然有些地方 可能你是有六個選 那你就會好些 嗯 是的 很多都可能一出來選就中了 很多人都跟我說 紫程黎不參加 就是你參加都中了 為什麼呢 很多人覺得我都會做這些工作 但是我沒有這個目標 那你參加呢 做了就做不到亞洲電視了 你做了都可以做亞洲電視 蛤?是嗎?我不知道 但是應該沒有那麼多心機去做其他事情 就是會主力下去拒 那關於這個情況 你覺得之後民主派會不會 就是這樣 有一點點 哦 他應該飛了上來 我就想這樣 是的 有一點點 哈哈 那民主派會不會解散呢 你覺得 是 反正都選不了 我想好看民主黨 至少沒有錢 沒有錢可能做 什麼都不可以 是的 總之民主黨在第一屆的時候 沒有出來 第二屆就已經出不了 嗯 總之上一個是 上一個立法會 他沒有選出來 沒有投誠 現在已經沒有了機會 就是那時候不要扮上菜 需要你的時候 你就要立刻出來 如果不是你沒辦法 現在 就是那時候轉彎位做得不好 應該立刻立式轉身 哈哈 沒錯 那關於這個區議會選舉 暫時那麼多 其實大部分都會自動當選 大師說 然後我們又說一下 我們的 用的能源 其實兩電 港燈和中電合作 會斥資80億 在本港的水域 興建這個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去增加天然氣的供應和減碳 這個天然氣的接收站 就位於這個 索古群島以東的 尼岸水域 今年7月其實已經啟用了 是香港首個 同類的設施 那項目總監就說 兩電就會重視環境監測 還有綠色團體 漁民都有密切的溝通 暫時就說未影響到 在碼頭附近出沒的一些 白海豚和乾豚 乾豚 乾豚當然好 因為我昨天才吃完乾豚 我怕你會有些綠色的團體進來罵你 不是的 那個是在大陸吃的 乾豚還是乾豚 乾豚是一隻魚 是的 它不是寫這個團 但問題應該都是相同的事情 它類似應該是 團 好像一些輪 都沒有那麼多 類似有什麼海豚 那些 有河豚、海豚、礦豚 那間餐廳非常好 但那條片是拍攝的 因為有些觀眾叫我拍攝 結果去了深圳吃 那間餐廳非常好吃 那條片就在深海網站 這樣的樣子 乾豚 怎樣 都類似海豚 但很小顆 那些 乾豚 如果水豬是要乾豚才好吃 是啊 很殘忍啊 突然說到大師 不是啊 大問題人家真的是什麼 乾豚 是的 那是好像海豚的一隻動物 是的 類似海豚 有海豚、河豚、江豚 是的 沒錯 所以就是 所以是 是要那些才好吃的 嗯 吃所有東西都可以 所以吃所有東西都是什麼的 吃所有東西都是 吃所有東西都是 殘忍 吃所有東西都是殘忍的 你看 這個多棒 嘩 這個 水煮魚 這個 在哪裏才說大陸 哦 那香港有沒有哪間 可以煮到類似這些東西 沒有 沒有一間 我告訴你 它絕對做不到 因為基本上做不到 因為其實水煮魚 第一 你要很多油 是 第二 就是要新鮮魚 草燒做到 就是我不要理光團 第三 就是它其實兜東西不行 它兜一條鐵兜 嗯 因為鐵兜才能夠煮到 才能夠煮到熱 如果不是 如果是你這麼硬 一吸吸收了熱 你知道水煮魚已經不燙了 所以外出是不燙 嗯 好 那說回這個兩電 我們牽扯到這個吃東西了 哈哈 那麼兩電 你覺得做完這個碟收站 是否可以足夠再給更多些人去用電 以及沒有那麼緊張 那些電會減價 會不會 你說呢 嗯 應該會吧 當然不會 我沒見過 我覺得這件事是 機會都非常低 哦 因為現在世界大戰 你要記住 我們要明節補身 所以 電器只會有聲無感 就算多了這些再生能源 或者液化的天然氣都是 加少演算 你已經上了 是 是啊 就是電價都是 暫時還沒講 會怎樣 不過會跟政府年底會再談談 有沒有減價空間呢 其實大使都說 不加你這麼多已經算偷笑了 是啊 現在世界艱難 沒錯 其實周圍都在打仗 大家覺得有三餐吃已經很感恩 是啊 三餐一熟 那今天其實都來到 我吃兩餐而已 你吃兩餐 早上有 下午 下午夜晚 怎麼吃早餐 下午夜晚 不吃早餐不行啊 黎明說 不是他說不可以空肚 不可以空肚吃早餐 沒錯 好 然後來到明天都已經是 明天二兩個月 11月1日 也有一個消息 就是說取消黑馬 其實這個消息好像這幾天都公佈了 政府就預計明年會推出 未來的旅遊發展藍圖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說 會再跟業界商討的發展方向 對於這個取消黑馬的通知 他就預計取消之後 都不會令到旅客數量有大增的情況 他說回二月的數字 其實都是在回升中 八月就有四百萬個旅客入境 回復到疫情前七成大約 不過疫情之後 其實內地的消費 就是這些旅客的消費模式 其實是有所改變 你問一下店舖都知道 其實人們都說 少了很多那些暴發戶 一來就掃了些袋子 買了些東西 那些的 你有沒有回到大陸 沒有啊 沒有什麼 開了關又回一兩次 就是沒有掃黑馬 有掃黑馬 是啊 掃黑馬都很簡單 尤其是掃了一次之後 第二次都很簡單 不斷更新和更新 沒有問題的 所以 也是 現在取消黑馬會不會再順暢一點 所以如果是建議沒有什麼幫助的話 所以都沒有分別 都是的 其實真的是 都是小小事 不過這些繁複的程序 真的令人幾苦惱 當時都很多人在那裡說 好 接著之後呢 就說回騙局 不斷都有一些騙局 就是那些人說 現在這陣子 就算你沒有人打電話給你 全日沒有朋友打給你都好 都會有這個海關關心你 還有有這個 就是入境處都會關心你 就是說網上有太多騙局 大家都層出不窮 Facebook就可能有人無形大師 就說提供一些股票貼士 沒有沒有拍過 沒有沒有拍過 我真的沒有 證明我真的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任何的消息 怕被你打 怕被你打 我不會打就做得劈 我今晚就叫那些騙圖去開 那些騙圖真的層出不窮 說就是之前JPES 其實都有很多被人欺騙的苦主 現在最近的騙圖又有新的搞作 就是說在社交平台 冒認一些苦主 又或者是被捕人林作 或者是陳怡 成立一些投資群組 就說教你們用股票去回饋粉絲 那麼好笑就是陳怡和林作 已經是那個狀況 就是他們說陳怡和林作 都還有吸引力的 都還推銷東西的 那是挺好的 雖然他被捕了 但是他還可以幫你賺到錢的 是的 所以那些什麼都挺好的 分享必賺股票 所以都算挺好的 其實他們有吸引力大過我 我不明白為何達斯 你自己不開過 一定很受歡迎 我開過股票騙人嗎 不是 真的每天提供一個爆升股票 然後那些人經常都說 說我的想法 現在已經沒有困難力了 因為我的股票全部都下跌了 所以不要搞這些事情 都不關事 那個市場真的大家都明白了 但是你覺得 其實接下來年底會不會做好一點 現在說回市場 我真的不要這樣說 好的 留意著我們其他的蔡英節目 另外昨天也公佈了匯控業績 剛好說回來 大家都經常等收息 匯控公佈第三個業績 情況似乎很轉 隨稅前利潤 報77.14億美元 低過市場預期80.97 但都按年升到1.39倍 增長的強勁部分 就是因為匯控上年同期賣了法國業務 錄得減值 而出現低基數效應 環球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加息 正式擴闊 是匯控近年來利用增長的動力 我不用說那麼多 今天匯控下跌了1.86% 對 但是為什麼明明增長了 但是都會跌呢 他這個實際上是做了一些財界問題 而不是真的增長了 竟然是這樣 看得很通透 大師已經看了報告 可能要看得很仔細 有時候的积職報告 即是在數字上是這樣寫 好 接著說回來 其實今天沒有什麼很大型的新聞 本地方面 其實有一個ID的緩領計劃 大家都知道可能你們的新的身份證 始終都很多人去辦理一些手續 現在說入境事務處在明天開始 都會增設一間在觀塘開的臨時辦事處 協助處理身份證的換領服務 今天就會接受網上預約 大家可以去整一下 換證計劃其實還有39萬人 還沒有換到新證 其實它的夜奔分很簡單 夜奔分就是 你是那個叫做什麼 夜奔分就是把那個叫做入境處 現在那麼多人換不到新證 還沒有換到新證 你不如把那個延長的時間 因為現在它應該已經是 它應該已經是延長了服務時間了 你不如再延長 然後放一些東西在銅鑼灣 放一些東西在什麼就可以了 是的 我們之前都說過 但是它已經是延長了 是 延長服務時間 再加多個點 再延長服務時間 再延長 那些人不是要回到通宵嗎 意思是 很不緊 它們有什麼所謂 夜奔分 不是要計算中 或者補中 有什麼所謂 OT 難道你政府OT 沒有錢收嗎 那就是實報實銷 這些有多少錢 不是 它會加中 總而言之 要不再補回 入境處都已經不是要平常的時間 嗯 是的 好 接著就說回人財方面 香港人財服務辦公室 今天正式投入運作 昨天正式投入運作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就說到 其實本屆政府吸入人財的措施 成績有目共睹 至今已經有六萬多人 是獲批簽證來香港的了 數字就遠超過他本身 預定的目標 每年引入三萬五千個 那就是他主辦辦公室的開幕禮 昨天就主持 那他支持的時候也說回 就是為了增強香港的發展動力 本屆政府都大膽創新 制定一系列的 就是取人財計劃 措施 去年底才成立這個 人財服務窗口的線上平台 現在看到向世界各地 招攬一些人財很積極 現在是搶人財嗎 是啊 很多人來 很多人來嗎 他們說完成了 人財好像超越了KPI 現在來的是什麼人 看看經濟好不好 我就覺得香港其實不需要人財 香港需要是蠢財 為什麼 這麼多人財幹什麼 其實香港如果越多人財 如果香港 假設我們入了做KOL的人財 那你是不是做數地 我等著阿沈過來 對不對 你需要蠢財來到 讓我們那些人上升 你需要 以前香港經濟增長最快的時候 是引入一些菲傭那些 那些嘛 即他的意思是覺得香港不夠人財 那些人蠢的 所以要叫那些聰明人來幫我們香港 令到我們的香港經濟增長 我們香港人就是因為 應該現在就是 入多些廉價勞工 讓香港的人能夠升級到 有些人增低 於是你就是 差那些人 差那些人就是 有多些機會發展 那不如這樣說 我又不可以在香港特別 但是為什麼香港人在80年代 90年代的時候 突然間這麼多人財 就因為有一堆差的人來 就佔了香港 那些人 就是 於是我們就更多機會 那些人更多機會發展 這個我永遠都記得就是 就是你給他機會 但是因為你就是 一些人做了一些低等的 我沒有經理級 我找一些人做經理 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 我很記得就是 就是做漫畫 做漫畫界是很出名的 就是 最好的漫畫家 全部都是在最差的漫畫機構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其他人比他厲害 是 因為他們好的漫畫家 他們最厲害的那班 全部都進入了肉囊機構 那肉囊機構 你當然會做 要做助理 那時候就要做年輕 但是你厲害 差的那些 就去掉了一些差的那些 差的那些 你十三四 就馬榮成全部了 十三四歲就出來做豬筆的了 那時候你就有訓練了 所以其實我們其實不是需要 我們不是需要人才 我們不是需要人才 我們是需要秦才 又對 十三四歲 馬榮成 你的所有厲害的漫畫家 馬榮成 牛腦 除了休夫郎之外 是全部 或者是黃志明 是全部都是上高少委出來的 因為上高少委 是不可以漫畫機構出來的 因為他們最厲害的人 全部做不到好的漫畫家 因為全部立刻做了助理 全部做了助理 所以其實 其實你如果不進去 你不進去 不給他們機會 你多進去差的人 給他們低端人口 給他們出頭 是更加有效的 那現在我們沒有理由 對外宣佈說 我們要引入蠢材 應該怎樣 引入勞工 引入勞工 當然勞工會很慘 當年的時候 引入勞工的時候 那些做工人的做媽姐 各個都是慘不堪言 但問題是 如果你想要做好一點的話 那些低端人口 慘不堪言 好過 那你給多些社會福利 好過你高些人口的時候 慘不堪言 原來你 原來香港要考第一 那個人比不上大陸人 OK 都是的 就是多些勞動力 反而對我們的社會 更加好 可能之前引入勞工那些 都好的 好 接著說回王大仙 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沒有回答這個站 每次一經過這個站 那些人都說 浸了沒有 那裏做好沒有 每個人都會問 但都過了一個多月 已經拉近兩個月了 之前浸了整個 黃大仙北館地下底層 你知道當局那些商店損失了一千萬 大家都應該要用它 不止損失一千萬吧 我想如果這麼多去做的話 不過我不知道 不知道損失一千萬 比如一間餐廳 全部都損失一千萬 這個 都要先看一看 我先看一看 其實說回現在重出水面 因為其實最近我經過過 牛奶冰室損失一千萬 我都說 只是一間餐廳 我都說 你有那個 究竟角比例 究竟角度有多少 一間餐廳就是牛奶冰室損失一千萬 暴雨成災之前 這麼多極端天氣 不如等下一次看看 等下一次吧 有沒有有浸過 應該會有機會再浸過 因為它是低瓦地帶 所以它做這些很可惡 沒錯 它做了很多的板 它應該不要做這麼多地下底層 它應該做一些高的樓宇 不要做一些 不要做一些地下的東西 其實 唯有是 城市設計 但已經設計了這樣 已經沒得夠了 那唯有那些水不能進來 就是這樣 那些水不能進來 這個是什麼的 這個是一個天生的 即這個是一個物理學定律 所以你們不能物理學定律 嗯 好 那接著我們就說一下 其他的意外 最後一宗本地新聞 就是元朗昨天有一個工地 最近都多這些 那說一些吊運的一個吊臂 那就是一個工人73歲的男子 那他就使用這個吊臂的時候 就不小心那個東西 應該是有些故障 然後就鬆脫了那個勾 之後全部12米長 接近兩噸的一些鐵 即是一些鐵枝 就集中了它 一些鋼根 那即場是擊斃了它 即是死亡的 那麼 但是近來 只不過說暴徒拖錯 可能因為其他事件少錯 根據數字來講 好像是意外是沒有增加到的 嗯 我們唯有相信數字 之前也有個精準那裡 精準那裡也釘了牌 這樣 好 接著再說回外圍方面的消息 大家都是關心打仗的問題 那打仗 大家在問什麼時候停火 會不會停火呢 那以色列的總理呢 啊 尼坦亞胡 他昨天就說回 以色列對哈馬斯的戰爭 如果停火 就等同投降 是在他的字典 應該都不會發生的啦 那與此同時 聯合國警告 因為缺乏足夠的援助 來滿足前所未有的人道需求 即是每天死的 其實是很多很多小孩 那就是大家都是關心就是 那些小朋友的情況 因為又沒有食水 乾淨水的情況 那會導致很多問題的 是的 有整420名的兒童遇害的 每天 OK 講完這個問題嗎 大致上 講完所有的色列 OK 好 那就是 因為嘉莎應該是 應該是這兩天 還有一次大規模 而且關掉所有的通訊 即是等於他們嘉莎的人 完全不可以和 禁不出去 是的 但是還有一些衛星 可以通到的 就是還有一些衛星電話 這樣通了 所以呢 就是大規模這樣殺 那每天殺420名兒童 現在最重要的是 嘉莎大部分都是兒童 因為他們生小孩很多 一批三六七個 那所以大部分都是兒童 那所謂死的兒童很多 但兒童很多都是戰士 你12歲都可以拿槍 10歲都可以拿槍 那所以是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那以色列是無故不打的 因為他們已經做了所有宣傳 雖然現在以色列呢 裝出來時又開戰的時候 六十幾百分支持打 現在變了四十幾百分 但問題還是有很多 支持打 那大問題就是 可能變了二十幾百分 三十幾百分之類 那之類已經少了很多 但是問題就是 內塔利亞湖如果一不打的話 他就下台了 因為他的民望已經變得很低了 所以他一定會打下去 問題就是 哈馬斯就好像是 他現在就好像 人們說他軟弱了 其實他沒有軟弱到 因為你必須要告訴對方 我是想談判的 你不想談判的 個個不想談判的 因為他提出來的條件是談判 是沒有可能達到的 就是哈馬斯要求的條件 其實意思是要求的條件 也是沒有可能達到的 大家都說我有意思 你不能啊 這些人經常說 其實他是軟弱 其實人們是沒有看到 很多人是不看 別人提出什麼條件 就說 我提出停火就是我軟弱的 其實不是 你不能夠不要求停火 因為你不要停火 所以你是好戰分子 只不過你提出我要求停火 不過你看一下問題 他提出什麼條件 他條件對方的 完全是接受不到的 那現在兩三個條件 都是接受不到 那麼以色列入去 反正哈馬斯又不會死 他們那些人會走回 他會走回加薩南部 那麼 只不過你最多就是 北部掃平 但是哈馬斯對付他的辦法 就是說 你打我不要緊 你打我就大家在那裡打 不過我就攻擊你以色列本土 不停有火箭彈 攻擊你以色列本土 已經攻擊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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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總而言之 你 總而言之 你就令到你以色列 本來是一個落土來的 你很有錢的 那現在我雖然壞 哈馬斯被人打 但是你以色列本來是很好的 就是說 我有一元變成兩毫子 但是問題是 你有一百元 你變成七十元 你都很慘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 那些人經常 其實以色列是 以色列是很慘的 白哈馬斯 就是現在你這樣打法 以色列以後 你的經濟是怎麼搞下去的 就是你一向相比別人 相信你以色列經濟很好 還有你裏面那裏是怎樣 哈馬斯還沒有什麼地獄 死了多幾個程度 你死都不怕 所以其實狀況是這樣 但是 現在那個人死了 每天死四百二十個兒童 其實每天死幾個 不是以千人計 但是我想這件事 我一直都說了 那個傷亡數字應該是以十萬計 嗯 多到最後 沒錯 就是 個個的生日願望 都是希望世界和平 但是以色列很嚴重 以色列很嚴重 我生日願望 我希望世界和平 因為我是有錢的 哈哈哈哈 世家不和平 我有錢也好些 世家不和平 如果我沒有錢 他都是壞的 但是呢 嗯 以色列 以色列他現在 他現在 他問題就是 他是為了打這件事 他已經是整個形象 除了有些意粉 那些是意粉 那些人說呢 意大利 因為意粉 所以那些是以色列的意粉 那些 喜歡烏克蘭的就是烏賊 嘩 即是那隻魷魚 嘩 是烏賊 所以 那些意粉 那些意粉 他們 除了一堆意粉 是支持 以色列 什麼都對 簡直是聖人 他們說的 那時候 簡直是 他們說的全部自相矛盾 那些自相矛盾就是 你現在是說 即是說 你沒有的話 你打輸了 就搶給你的地 那現在你是不是搶給你的地 即是說 現在你是不是 先說 Jungle rule 你說Jungle rule 沒問題 Jungle rule 那你是不是先說法律 你那些法律 你就不要說 你打輸了 我就要搶給你的地 那些法律 那現在以色列 他在罵什麼 他在罵聯合國 他在罵聯合國 聯合國沒有發聲 聯合國沒有發聲 但是你們以色列 所以今時今日 你們能夠在以色列 能夠在巴勒斯坦土地 去拿地 就是因為聯合國決議 你竟然敢罵聯合國 他全部都罵了 你不支持我就是反對我 全部到最後 他得罪了全地球 我不知道他以後怎麼搞下去 我不知道他以後怎麼搞下去 就是整件事 你得罪了整個地球 你不支持你 就罵了 你是不可以中立的 一定要算邊站的 OK 就是美國人 一定要算邊站 總之你不親人 你不可以中立的話 到最後的話 不是中立 你就是邪惡 那就是你走到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 整件事 你應該將你 現在已經漸漸了 將你整個猶太人 犧牲600萬猶太人 那個合法性的賣慘 那些全部都輸了 對 唉 這件事也是 好 那 我覺得 就是支持利根 是非常著悅狗的 你說裝公的規模 我不反對你 你說裝公的規模 我不反對你 但問題就是 大家怎麼收拾 你笨 你炸就不開 對吧 但問題就是 那些 譬如你那個加沙醫院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不停說不炸 我不說是不炸 所有東西 OK 說哈馬斯不炸 你意思是炸醫院 現在還在炸你那個 炸你那個叫做聖城醫院 意思是 經常都炸你醫院 經常都炸你 經常都炸你 經常都炸你學校 你就在那裡不停 你暗狗 哈馬斯炸了醫院 你甚不為 意思是辯論的醫院 人家炸了100間 那炸了幾十間 炸了幾十間 你炸多一間半間 你還要跟他抵抗 那你可以知道有多蠢 那些醫院 是不是蠢 你知道 那些人經常聽過 為什麼炸就炸冤 你不停在炸冤 2009年炸過一次性成醫院 是不停去炸冤的 然後你竟然告訴我 他現在沒有炸醫院 那醫院不是他 有什麼關係 那個霸毒 你說他這次沒有帶白粉 你說可以證明 醫院是多蠢 明白嗎 就是支持意識者 那些人是蠢的人 全部都是 因為你就是這樣 你為什麼這樣說 要是你說中國屋 你都沒什麼說 那你說曾經會理 就不要說合不合法 不要說那些事情 那些惹人 打架 沒有跟別人打架 我相信我 是吧 雙重標準 約翔是約翔是約翔 不要說他合不合理 這樣說那些事情 又不是巴克斯坦人說 不要說那些事情 約翔是約翔 那約翔是約翔 打翻轉圈 中國的獅子 叫他羊 有什麼混亂 你人羊踢 他就斑馬踢 我獅子這樣說 我這個真正的 所以支持意識者的人很蠢 當然支持巴克斯坦的人 都未必會說什麼 支持巴克斯坦人 你必須要想一件事 就是 當然他們執政會殘忍的以色列 嗯 就是這樣 這個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不在身處的現場 如果你是以色列人 可能都會 一定支持以色列的 有 但是香港不用 所以你說他們很蠢 是 執政更加殘忍的 如果你支持哈馬斯那邊 是 沒錯 好 接著說回太空的部署 看回我們偉大的祖國 最近的太空科技都是非常之厲害 那麼我們看看16號 即是神則16號 載人飛船 剛剛在我們和大師做節目之前 回到地球 那麼人民網就報導 根據這個中國 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消息 就說到 那麼他昨天其實就和那個 飛船和太空站的組合體 就已經成功分離了 剛剛也是降落了 那麼暫時都看到他們的精神面貌 都是良好 包括就有景海鵬 朱陽柱 貴海潮 是的 他們都回到家了 是的 他們應該還沒回到家 對不起 回到我們的地球 但是那些人 是不是健康程度良好呢 OK 他們應該都是要抬出來 沒有力 是的 這個就是中國人經常說的一個故事 就是說 那些人去了那麼久的時候 沒有實力 為什麼呢 那些美國人登完月之後 那麼精神的 但是當然他們 如果在太空人的時候 很多人 那些美國人登月的時候 幾天就搞定了 是呀 一上去就下來 是呀 其實他們在太空站的活動很多 是呀 很多東西做 真的 另外一隻就飛了 即是下年才回來 都不斷來來回回去做很多太空的工作 看到 好 然後最後我們說說台灣方面 台灣南白兩黨 昨天上午在台北市市長 台北市市長官邸舉行政黨協商會議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和民主黨主席柯文哲就親自出席了 那會議之後就發表了一個共同聲明 就說會共同進行台灣第三波的民主改革 避免一黨獨大 贏者全拿的民主獨裁 同意就在未來大選一起努力 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功效 互相支援爭取最多的議席 一加一就算不大於而一加等於1.5也好 一加等於2 好 繼續 所以就是一加一對1.5也可能會贏 如果大家分開就不贏 所以大家經常怕他們分開選 那他們現在的意思就是 他們一開始的時候會一起選 即是他們會一起選 即是贏那個可能是 總而知民望高的可能就要跟民望低的角度 可能兩個會一起選 大家都希望這樣 嗯 因為希望合在一起去打民進黨 嗯 即是力量會大一點 是的 嗯 好 那今天的亞洲新聞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嗯 嗯 嗯